川普總統被檢查出陽性 本來在這個之前是計劃在3小時後 會針對中共一系列在美國的大滲透 發布很多行動的訊息 可以說是絕對清乾沼澤的盡大訊息發布 但總統檢查出陽性 於是這件事就推遲了 這個情況就像打仗一樣 比如你這個大管營被人偷襲了 你就需要停下地整合軍心 這是第一步 是嗎? 對 對這個情況 我當時就說為什麼不可以同時發布 如果這樣做就不了解政治了 因為在這個時刻你需要搞清楚 你的大管營是如何被攻陷的 這個很關鍵 第一步你才要穩定川普總統的情況 確保川普總統的安全和確認他的病情 第一時間調動最全面、最頂尖、最可靠的專家到場 並且也要商量一下川普總統究竟是繼續留在白宮 還是去哪裡使用什麼治療方案 然後對外面的媒體要怎樣解釋 怎樣發布這些消息 這個叫做危機公關 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沒有今天了 在這個危機過渡之後 中共還有一連串的攻擊 包括海外字媒體、海外大外宣 你說這些是不是一連串的攻擊呢 現在等大家安定下來之後 就可以再去回顧這一連串的攻擊 並且看看那天班農先生和朱利安尼在9月30日做的節目 9月29日是競選辯論 9月28日朱利安尼和川普總統一齊召開新聞發布會 還記不記得呢?9月29日 這幾天他們都在一起 9月30日又在這裡做節目 這個時間很接近 在川普國際酒店是不是這樣呢? 在林肯廳 那天我們做節目說過 針對這個情況 所以馬上整合 要推測它究竟涉及面有多說 比如說這個子彈打過來 幾天的時間到底可以傷多少人 昨天確定了朱利安尼檢測程陰性沒事 班農先生也沒事 大家思考一下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在這個之後就要進行反擊了 這個反擊就從班農先生發起的第一步開始 來到我們路德社接受採訪 這個就是反擊的全面開始 也在川普總統回歸白宮之後 班農先生吹響了這個好歌 要在我們華人中文世界先吹響這個好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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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 你 我